学校有校花,工厂有厂花,村子里有村花,成都熊猫基地也有基地之花。 这位就是公认的基地之花,最美的女熊,北川。 北川自己得了基地之花的头衔不算,基地之草的称号也草落他家。 这位就是基地之草,北辰,正是北川的儿子。 今年,已经拥有川仔,北辰,北侠三个孩子的北川,又生育了第四个宝宝。 而且,他的大女儿川仔也生了宝宝,也就是说,北川同时还升格成为外婆。 北川2010年来基地,来的时候孤身一雄,如今变得儿女成群,在基地家族兴旺,地位稳固。 看到他现在的样子,已经难以想象,他曾在北川县的野外命悬一线,被狼群围攻追杀,全靠人类拉片架,才活到了今天。 本期Hi Panda就来看北川是如何从可怜兮兮的小变号,变成今天又白,又美的穿包子的。 Hi Panda,全网最好看的熊猫故事。 北川和基地的其他熊猫相比,警惕性很高。 他正在吃竹子,听到围栏外有一响,几个工人师傅正拖着运送竹笋的车子经过,北川立即停止进食,开始仔细观察,进入到警觉状态。 等到车子远离了,他才觉得警报解除,继续安心地吃起来。 虽然北川来基地生活已经有13年,但是在来基地之前,在野外生活的三年记忆,已经成为DNA,刻在了北川的骨头里。 2010年4月26日,四川北川县的江河村,村林听到野生动物的叫唤声,寻声发现了躲在村子后山上的北川。 当时北川还没有名字,村林也从来没有见过这只野生熊猫,看它来到人类居住区躲在山坡上,行动缓慢,身体虚弱,周围还同时伴随着狼叫的声音,村林猜测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,立即通知了林业局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。 当时,中国已经颁布了野生大熊猫救护和法规规范,按照要求,人类居住区来了大熊猫,如果身体健康,能自由活动, 要护送其安全离开,如果遇到受伤或是重病的,一定要积极救助。 江河村距离成都有六小时的车程,村林们在等待兽医和专业人员的同时,先开始自发地保护其北川来。 北川害怕靠近他的村林,村林也不敢靠近熊猫,于是村林就用这样的办法,想把香蕉送到北川手上,希望它先补充些体力,能坚持到专业救援人员的到来。 在等待的过程中,天色渐黑,狼群的叫唤声也嚣张起来。 可能因为有一堆人围着北川附近,狼群并没有靠近,村林点起了火堆,用火焰来驱赶狼群,希望它们尽快离开。 坚持了六小时后,成都大熊猫基地的兽医终于赶到,这时的北川已经接近虚脱的状态。 因为无法确定北川的体重和身体情况,救援人员只好给北川用了少量麻醉剂,想先把它带下山。 下山没有车道,只能靠这样的人扛肩跳。 北川的情况危急,为了争取时间,救援团队决定从小到下山。 这时,又是全靠村民帮忙,江河村里的青壮年都来帮救援队开路,有人在前面先砍掉荆棘,开辟出道路,方便把北川尽快抬下山。 北川的麻醉药的剂量少,在下山的途中,他就醒了。 而救援人员也发现,北川的心跳越来越弱,身体状况可能无法撑到下山,于是果断决定,先停下来,就地急救。 村民找到一间山中的小木棚,大家把北川抬进来,这里成了临时的急救室。 兽医给北川检查,发现他可能患有肠胃炎,同时没吃没喝,缺乏营养,也严重脱水,身体上还有正在吸血的皮虫,整个牙龈都完全泛白,说明身体处在炎症当中。 兽医决定立即给北川补充营养液和抗生素。 剃毛,找血管,扎针,输液,消炎,北川乖乖地配合着这一通操作,因为脱水严重,北川的血管都很难找。 兽医尝试了好几次,才终于成功地给北川扎上了针。 在给北川输液的同时,小木屋外又响起了狼叫声。 村民和救援人员推测,北川大约有三岁多,算是亚成年,他很可能是侵犯了狼群的领地,或是因为缺乏食物,去狼群的住所寻找食物,而因此遭到了狼群的围追堵截。 不过这些只是推测,在来到人类居住区求助之前,北川到底经历过些什么? 只有他自己知道了,无论怎么看,都难以想象这么乖巧蒙态的北川,竟是个敢有胆子去单挑狼群的狠角色。 在山间小木棚里急救输液之后,北川的情况有所好转,村民又继续抬起北川连夜下山,接着又继续救护车接力,送到成都大熊猫基地的医院时,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十点了。 北川在基地接受了全面的检查,他的肝脏、胰腺、肠胃都有严重的问题,血液指标不正常。 基地开始了对他的漫长治疗和调养,24小时有人监护,食物、营养全面跟上。 一年多之后,北川渐渐恢复了健康,因为是在北川县被救,所以,从此北川就是他的大名了。 北川被救助,在当时的意义,还不仅仅在于挽救了一个珍贵物种的生命,还在于他的出现,带给人类一些镇后大熊猫的生存状态的信息。 北川是汶川大地震之后,在镇区被发现的第一只野生熊猫,而北川据推测应该是在2006年出生,也就是说,北川在一两岁的时候,曾经经历过汶川大地震,它是大地震的幸存者。 这说明被地震破坏的自然环境,正在慢慢恢复,也说明镇后,依然还有很多熊猫存活着,并在野外长大。 北川被基地留下了,成为了圈养熊猫,也成为了被谭爷爷照顾的一员,听了懂谭爷爷叫他的名字。 刚被救助时,北川的体重是50公斤,现在北川有多重,基地只公布过,说是在100公斤以上,没有说具体数字,毕竟北川渐渐长成了大姑娘,体重的具体数字最好就不要说了。 北川能恢复健康,除了有专业医疗团队的努力,也离不开患者本雄积极而主动的营养摄入。 这个姑娘恢复以后,饲养员发现,她其实是有一张像包子一样的大圆脸,按照栏杆的数字数一数,这张脸要占到三个栏杆的宽度。 三栏连北川半夜还想吃宵夜,好在竹框就放在外面。 聪明如北川,直接将镑框放倒,这样吃起来就更爽了。 被基地收养后,北川虽然犯来张口,但是她没有忘记而实在山间的生活,亦有风吹草动,她还是高度警觉。 在外场,北川喜欢爬得高高的,躲在树叉之间,仔细观察各个院子,各家熊猫的情况,她因此也被奶爸奶妈们称为宿管阿姨。 宿管阿姨北川在基地生活了八年之后,也有十一二岁了。 2018年,12岁的北川当了妈妈,孩子的爸爸不祥。 北川的第一个孩子叫做川仔,名字听着像男生,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女生。 这只不敢下树,想要奶爸帮忙垫一下脚的小熊,就是小时候的川仔。 看川仔这时已经是活泼可爱,但是在他刚出生的时候,他和妈妈北川都经历了一点曲折。 当时,北川第一次当妈,情绪紧张,不敢给川仔喂奶,工作人员也无法靠近获取母乳。 没有母乳的川仔,便血,体温升高,一度危及生命。 好在几天之后,基地的其他熊猫妈妈也陆续生产,萌兰的妈妈萌萌,当时生了宝宝萌宝和萌玉,川仔喝上萌萌的母乳,转为伟岸。 再后来,元润也生了润酒,还有其他好几位熊猫妈妈,都给川仔贡献了自己的母乳,川仔靠着其他妈妈的奶水,才顺利长大。 2022年7月,北川再次生娃,这次是一对双胞胎小兄弟,哥哥北辰,弟弟北辖。 哥哥北辰完美继承了妈妈的颜值,尤其是可爱的包子脸,让北辰从小就被称为小川包。 而弟弟北辖,就让人有点心疼了。 小北辖出生后,左手手掌感染,为保住性命,北辖的左手手掌和一小结上臂被截肢。 所以从小,同伴能轻松做到的事,小北辖却没有那么容易能做到。 但是,小北辖是坚强又勇敢,虽然缺少一只手掌,但是他爬树,上木架,所有小熊有的技能,北辖都样样精通。 而且,小北辖打架还非常的虎,跟同班小同学动起手来,还毫不含糊。 北辰,北辖出生以后,并不在同一个幼儿班,他们俩分别在两个产房,跟不同的小熊友一起生活。 北辰和嘉欣一起玩耍,北辖则是和季然哥哥,一起跟着季然哥哥的妈妈记礼生活。 记礼妈妈对北辖很好,常常把北辖抱在怀里,比对自己家的儿子还好。 而北辖一年都没休息,又被抓紧时间,在今年生育了第三胎第四个宝宝,基地已经公布了北辖和宝宝的照片。 网友说,这次终于看到北辖亲自带宝宝的样子了。 大家都明白,因为北辖来自野外,它的血统非常的宝贵,繁衍生子,是对熊猫种族有利的事情,大家也乐意多看到更多的小包子。 但是如今,北川也有了四个孩子,女儿川仔也在今年生了孩子,川宝宝家已经后续有熊了,也适当让北川休息休息。 毕竟,北川前半生颇多曲折,希望它能苦尽甘来,过上更舒适,更轻松的生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